各位大家好 常看我的頻道的人一定都知道 我不鼓勵大家採用無線的攝影機 作為直播的設備 那但是還是有些場合必須要採用這個無線的 攝影機 比如說你今天在婚宴的場所 要做這個直播 那么你可能需要一只無線的攝影機 好比如說這支是這個dji的paki2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題目就是 如何將這種無線的攝影機 轉換成 hdmi 出來之後 連接到視訊的導播機 無線的攝影機轉換成 hdmi 之後 就可以連接到這個導播機的 hdi 1 hdmi 2 hdmi 3 hdmi 4 用這個方法最大的問題就是干擾的問題 這個無線的訊號是2.4g 然後呢必須要先連接到這個 無線的路由器這是無線路由器 那這一段的距離就是風險哦 因為這空間之中有多少人採用2.4g會被干擾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採用這種無線的東西 會覺得會卡頓 那就是會干擾的問題 這個干擾是無法預期的 端看於你那個場合的wifi到底 夠不夠雜亂如果夠多的話 那麼這很容易就被干擾到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會告訴大家說 如何讓這個dji pocket 2 無線的攝影機轉換成 hdmi 連接導播機 這是第一個主題 啊第二個主題 我會告訴大家說如何將 這個 mimo star這台是mimo star的攝影機 也是變成一隻無線的攝影機 然后呢連接到這個視訊的導播機 第三個我會告訴大家是說 如何用iphone iphone其實也是不錯的一個相機嗎 iphone也當成一隻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視訊導播機 不管是採用什么方法 最大的風險就是2.4g的干擾 就是這個的無線到這個路由器之間的干擾 那我今天要採用的方法是 不是用 hdmi 的 tx rx 如果像你這種iphone的話 他可以連接這個 hdmi 輸出 你就可以用 hdmi 的無線傳輸器嗎 但是呢像這種 dji pocket 2這種東西 他本身沒有 hdmi 的實體接口啊 那你怎么變成無線的呢 好 那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一個方法 就是所謂的 rtmp 轉 hdmi 的轉換器 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像這種dji pocket 2 他本身就可以做內建的 臉書直播或者是 youtube 直播嗎 因為他可以做這個直播的功能 那我今天採用的就是所謂的內網直播的功能 將這個dji pocket 2直播到一個 這個設備這個設備叫做 rtmp 轉 hdmi 這個設備直播到這個設備 然後這個設備收到這個串流之後 轉換成 hdmi 輸出 hdmi 輸出 然後呢再連接到導播機上面 同理一樣 這個memo star他本身也可以做直播嗎 他本身可以做臉書直播啊 也可以做 youtube 直播 那當然啊他也可以做內網的直播 我將這個內網的直播直播到這一個盒子去 啊這盒子收到直播的串流訊號 轉換成 hdmi 連接到導播機上面 同理這個 iphone 也一樣好 那我們先介紹的是這個 dji pocket 2轉換成 hdmi 然後連接到視訊的導播機 好那我的想法就是將這一個直播到這一個 盒子這個盒子是什麼 這個叫做內網的 rtmp 轉 hdmi 的轉換器 然後他收到這個內網的直播之後 他轉換的 hdmi 出來 然後呢連接到視訊導播機 好那必須要注意的是說 我們這一隻的設備他的網址是 192.168.1.217 所以說啊你的路由器的設定也要配合他 你要設定成192.168.1.1 要同一個網域才可以使用 設定好之後我們就將這個電源 連接上來 然後把這個 以太網路接進來 這個以太網路是連接到這個路由器上面的 你會看到這個是有個Faibon的logo 會看到Faibon logo 好然後呢再把這個 hdmi給 接到你的antamini上面去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做這一個 dji pocket 2直播到這個盒子的設定 我採用的是ipad 你也可以用安卓手機也可以用iphone 好我打開這個dji的這個軟體 然後連接 那比較注意的是說 dji pocket 2你必須要買這個全能手柄才可以做直播哦 也就說啊你在使用dji pocket 2 使用的時候 你先測試看看可不可以先做臉書直播或youtube直播 能夠做臉書直播或youtube直播才可以繼續玩下去 好我們繼續連哦加上加上去 你看到畫面嗎 這個畫面是來自於這個 dji pocket 2的畫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選項叫做直播 好選擇這個 rtmp 這個 開始 然後第一個呢 這個是選擇你的路由器 這台路由器的名字就是這一隻 好然後再來就是輸入你的rtmp的網址 就是這個rtmp 罵號斜線斜線192.168.1.217 斜線live斜線tester1 然後這邊你選這個 6Mb這邊好 這時候你選完之後請你等待的20秒 因為這台設備正要跟他連線要等20秒 等完20秒之後就按這個 開始直播 開始直播之後你的電視就會有畫面了 你們看到 畫面就出來了 有沒有聲音有的 嗨 好你看哦這就可以了搞定了 這時候你的dj pocket 2就直播到這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轉換成HDMI 就連接到你的視訊導播機 ent mini pro 也不一定要用ent mini pro 你也可以用其他廠牌的都可以 這樣子啊都可以轉了你要的功能都有 哦都會轉換啊 就是你要特別注意就是說干擾的問題啊 因為這一個東西跟你的路由器是走無限的 這一段會干擾 如果這段能克服好的話那畫面都很流暢 沒有問題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如何讓mimo star的攝影機 轉換成HDMI輸出 然後連接到導播機 一樣道理直播到這一個 RTMP轉HDMI的轉換器的內網直播 然後這個盒子會把RTMP轉換成HDMI的輸出 然後之後連接到這個視訊導播機 先打開電源 好這時候 打開你的APP 有一個有個APP叫做mimo這個 連接 連接 好這時候呢這邊有一個點點點的地方 按下去 設定 然後 有個地方這個要先關掉 beta mode要關掉這個usb mode要關掉 這邊有個直播按鈕 按下去 然後這邊有個RTMP直播 我們看一下 一樣打這個東西RTMP 冒號192.168.1.217 tester1這樣子 好儲存 這邊有個直播開始 好你看畫面有沒有出來到這邊了好 這時候你的mimo star就可以做直 呃變成一個 HDMI的輸出 連接到這個視訊的導播機了 那當然了這個mimo star可以用你的這個ipad去做EPTZ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是如何讓 iphone 變成一支無線的攝影機 然後呢連接到這個視訊導播機 我這裡不採用的是HDMI的輸出的方法 我是採用內網直播的方式 當然了 iphone也可以當成一支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到這antre mini pro的導播機 好首先要將你的iphone啊先連接網址 連接到這一個路由器 好就連上了哈看到這邊有好 那我們要打開一個APP叫做media link live 這邊有個media link live打開來 好這邊有個設定 新增一個 你可以新增一個 rtmp的直播 好新增完之後就會發現在這邊 你就去打這個一樣的網址rtmp 冒號192.168.1.217 斜線live 然後這邊是test1這樣子 一樣down 退後 那你選擇你要直播的解析度 還有你的位元率 因為是內網直播可以選高一點 我選 8000這樣子 1080p 退後 然後這時候就按這個直播 rtmp to hdmi 按下去 這個iphone就會直播到這一個盒子去 啊這個盒子轉化成 hdmi連接到導播機 你看就是這樣子 啊這是有聲音有影像的 嗨 我們聽到聲音 有吧對不對 好全螢幕看一下 哦 就這樣子直播 iphone 變成一支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視訊的導播機 好啦我們已經介紹了三種方式 怎麼將無線的攝影機變成 hdmi連接導播機 我當然還是要跟大家做聲明一下 用無線攝影機 去做直播 是一種有風險的 因為這個 攝影機本身到這個路由器這一段 他是走2.4G這一段是非常髒的頻道 有可能會被干擾 還有你的路由器本身的那個 專業度還有他的那個收收訊的好不好 這都會影響到你的視訊的流暢度 因為我在來路由器來說 他的無線訊號非常品質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了他的畫質非常的流暢 你看非常流暢 沒有看到什么 卡頓的問題 這樣子 都很順 並不是說所有的路由器都會這麼順暢 所以啊你在選擇路由器的時候 要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謝謝大家